HELLO 大家好 我是HUM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 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今天是6月23日 好 來玩這款 鹹油劍仙 6月23日上午10點真實上線 好 想完的話我會把這個臉書 下載連結放影片下方資訊欄問 那帳號的部分 我已經登錄了啦 應該是用遊客啦 喔遊客 可以綁定手機嘛 然後Google Facebook會員遊客 好 伺服器開到6月 手把斷開 因為我剛剛玩別的遊戲 有點手把 遊戲的話 有預先註冊 然後兩天前就已經先下載好了 然後我看一下喔 下載次數目前5000加啦 3.8核心 就休閒手遊嘛 就男女 好像有玩過的感覺耶 恩 試試看吧 試試看吧 因為大陸的這種修閒手遊玩過好幾款耶 喔好吧 這種是有一點類似放置掛機在上面 然後它這個是有那種 剪影的那種圖像 然後下面是有點文字說明 就是你對這個三尾靈母做我什麼事 然後受了多少傷幹嘛幹嘛的 有的是用文字去附狀 你的名字然後跟敵人那個名字附狀 有的是一個球然後一個頭像附狀 最後都差不多啦 然後會有一個小說劇情讓你看 文字類似有點文字修仙吧 是比較多這樣 但是不會有對話阿 不會有什麼精彩的動畫 就是你要看這個小說 哇它這個聊天室也太大了吧 它這麼偏社交喔 它這個感覺是EVE耶 不是組隊的 有的是可以抽那個角色 抽夥伴 類似是抽地址啊 或是抽什麼 可以一起組隊這樣 它這個是EVE的 不知道在幹嘛欸 完成自保 建築試煉第一名 這個應該是玩家吧 這個ID 好那個要來看嗎 不行一次吧 好 再小心一點點 以前穿戴一下 然後背包 我覺得這款給我感覺 比較偏放置 然後修仙的部分 比較少的感覺 我所謂修仙就是那種 打坐阿 打坐然後累積那個修煉值 然後可以去 突破你那個 修煉的位階阿 什麼足跡阿 金竿阿 原因阿那一種的 然後或是五行靈根去 點擊然後還有那個家園系統 然後種植靈田阿什麼的 或是門派系統 在裡面可以當長老阿 當什麼真傳弟子阿 然後最後做串位阿 當長老阿 然後學習各種工法 這款我目前我覺得比較偏 一般的放置畫機 只是有點修仙的皮這樣 我們再打一下吧 讓一些功能開啟大家看一下玩法 剛睡醒剛睡醒 我都下午才睡醒 睡到中午吧 我會賴床一下 就我們一般手遊都是早上開服 如果是新手遊的話 我就是下午玩或是隔天玩阿 就半夜玩然後隔天發這樣 他這個戰鬥系統有點慢 我覺得 那一場戰鬥系統30秒過去 是 可以做別的事吧 怎麼沒有一個主線任務齁 你看我們有修維嘛 增幅 12級開放自動挑戰 這個聊天頻道有夠大的 奇怪他怎麼那麼重視這個聊天頻道阿 想像不能說 不能說小 這個應該是可以裝備吧 什麼裝備 好這樣子 點這個 點這個之後再選 你看他這個招式也不是我們平常選的 那叫攻法 攻法 攻法 可以 增加你的生命阿 體力阿 暴擊率阿 什麼的 或是傷害阿 防禦阿 就是如果你玩一般修仙 修仙手遊的話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有點像放置掛機 把技能 丟上去然後去升級 就比較簡單阿 這個遊戲 都不能開沒辦法 我們繼續打吧 我是沒有看過遊戲的介紹 我們來看一下遊戲怎麼說阿 遊戲也沒有寫得很清楚阿 他的介紹寫得比較抽象一點 比我抽象多囉 我玩手遊的話 我會自己介紹 我會介紹嘛 我打一些字 就至少把那個玩法都講出來 對阿 他沒有那個打作修煉的地方耶 就變成說我們等級就是要透過打過來嗎 戰力 竟然是戰力阿 大力魔元4級 劍氣進0段4級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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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分的太 太多了吧 什麼境界 什麼段位 什麼幾級 分三種位階 去細分 音樂的話就清音樂嘛 切萬章節 動符 好動符 好動符 動符出來了耶 看下動符長什麼樣 是不是打作阿 在動符裡面打作阿 就是他是修煙手遊嗎 他一定有這些元素阿 好動符 這個九天建築就是我們的引導者吧 出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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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增加你的屬性吧 你看這邊要消耗靈氣 心法格長劍格 有點像家園 我們的家園吧 練氣練丹 練氣又練武器 合成嗎 應該是合成吧 然後練丹 也是合成 然後我們這個混沌清廉 還不能要需要這個天命運輯 不知道幹嘛的 我看一下喔 這邊的話 你看這個又類似那個打作 就是這邊會有靈氣 我們現在是每5秒恢復12點 然後這個有點放置收益有沒有 這邊是20萬分母 你去算一下多久會回滿 然後你看這個如果升級的話 這個應該是分母會增加 然後這個屬性會增加 但是好像 那這個每秒恢復都要這個 怎麼弄啊 怎麼增加這個每秒恢復的速度 同蒙靈氣 還不知道 總之你就是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然後它功能會一直開一直開 好打這個披甲蠻吸 也沒有說這個遊戲不好啦 就是說它不跟你常玩的那種放置修仙 差了不太一樣 它把其他玩法給拉進了 然後捨棄掉一些玩法 以前這種文字遊戲我也玩很多啊 網頁的文字遊戲 沒有圖片喔 就是全部都看文字 這樣你在玩 怎麼玩上班的時候偷玩 沒有人在幹嘛 你就開個網頁然後文字 文字開始玩 人家以為你在上網或是幹嘛的 你就開個網頁看一下 然後就走掉 然後看一下就走掉 就在地圖上探險然後打怪 然後網頁就會跑出來 那些字就會跑出來 就文字遊戲了 好出來了出來了出來了 打作出來了 因為大部分的 修仙小說有沒有 點我們這個角色 大部分我們那個修正 修正遊戲啦 不是修正小說 修正遊戲的話 它沒有什麼教學 它就是全部給你開起來 自己去點 所以我剛剛點不了 我以為沒有 但其實還是有啊 因為我們角色不是打作 是站著 我以為有沒有打作 好你看 這邊打作 然後我們就可以 肚結 靈氣不足 需要這個17萬 這個是天地靈氣 然後你肚結的時候 就有機率 那你就要吃丹藥 它的丹藥是直接給你靈氣喔 不是 不是給你機率 有的是肚結你會失敗 失敗之後你就會重來 你那個靈氣就會 就會掉 就可能就少80% 少少10%20%這樣 那如果吃丹藥的話 就會增加機率 成功的機率 這還沒開 老樣子啊 繼續打 匈牙野豬 我們現在是劍氣進 0段 5級 1段 2段 2段 3段 1段 1段 每一級 分1到9級 還是1到10級 超多 我這邊是5級 我這邊是5級欸 所以可能不會出現什麼1段2段吧 然後又1 2 3 4 5 6 7 8級吧 不知道 這個應該是攻擊順序吧 出手順序吧 是不是 這個紅色應該是他啦 那這個有點藍 藍色應該是我 他的攻速比較快 這是老鷹的攻速比較快 御風神鷹 好 再打一場齁 再打一場 我們把這個商城看一看 剩下的東西 就給大家來探索了 因為這個要6-1 然後這個要3-1 招式的話 剛才已經看過了 征服就是我們的主頁面 就是一隻打怪 然後背包 然後角色 角色這邊 可以看我的屬性 戰力 然後裝備 然後點進來 還有這些細項功能 可以打坐 打坐的話 有的打了啦 有的打了 我們等級提升的話 靈氣 修煉速度也會提升 但是這個 這個渡解這個分母 可能會越來越誇張吧 然後洞服 好洞服在這 剛剛有看過了 新法格還不行 劍齒 好大概是這樣吧 這個遊戲 來看一下吧 塞進模式 不知道怎樣 30-1才過 這個是福利吧 號稱25萬 好號稱 不知道啦 反正我有預約啊 他預約的時間 我記得 感覺好像沒有很久了 一下子而已 有的遊戲 都預約一個月 兩個月嘛 感覺是預約一兩個禮拜 而已 然後這個應該是 零食 零食 零食是怎樣 用這個 仙玉嗎 仙玉換這個零食 感覺零食是這個遊戲的 金幣 然後仙玉是鑽石 鑽石就是你要儲值啊 鑽石就是你要儲值啊 這有VIP 特惠 特權 好這個好像是跨服齁 好不行要過關 這個關卡 還不行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掃檔收益喔 結果也不是掃檔收益 應該是我放置收益吧 14分鐘 玩了15分鐘了 然後這邊顯示14分鐘 這個是放置收益 然後這個是排名吧 排名之後會給你這個獎勵吧 第三天第七天第15天 我應該是在哪裡啊 我看一下我現在超過82%玩家 隨便玩個15分鐘又超過82%玩家 這代表很多人就下載 玩一下 看一下就移除了吧 水油太多了啦 就預約 然後下載一下 然後就 安裝一下 看看怎麼樣 不好玩就移除 好那就先試玩到這邊 因為待會兒沒有 發影片 然後我還有別的遊戲要玩 反正就大概是這樣 好了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贊 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